Hello 大家好 今天来谈一点科普的东西 首先我要谈一下什么是绘画 绘画这种东西 其实就是把颜料这样的一个东西 涂抹在基底材上面 那最早的绘画 我们在人类的历史上面 是在法国的一个洞窟里面 拉斯科洞窟里面 我们看到了好几万年前 好几万年前的一个壁画 那这上面主要有三个颜色 主要有三个颜色 一个是红色、黑色跟白色 那为什么会有这三个颜色 而且当初是怎么画上去的 颜料 早期冻穴人 他开始会用火煮东西吃 吃完了很咸 对不对 发现墙壁上可以去抹一下东西 他在吃的过程里面可能会滴油 然后烧过的东西里面有动物的骨头 那动物骨头烧一烧就会变白色 因为它就是石微质 就是碳酸钙 好那 它起窑的地方 或者一些地面 它有烧红的泥土 烧红泥土它就是氧化铁 烧红的泥土 氧化铁它是红色的 然后它可能一些器具 它在烧的时候因为用木炭 木树木去烧 会有碳 那它会有黑色的碳灰成分出现 然后呢 它们在边吃边这个 边吃这个肉的时候 边烤的时候 它就滴下油了 那这个油发现黏黏的 摸一摸这些刚刚提到的 骨骼的粉末 就是骨骼的粉末 白色的 或者氧化铁 那个褶石红土 那或者呢 碳灰黑色的 它就把它抹在那个墙壁上面 那洞窟的壁上面 发现它可以黏住 黏住的话 就开始来做一个绘画的工具 所以其实 想办法把一些颜料 天然的颜料把它涂抹在 基底材上面 那这样就叫做一个绘画 所以呢 最早的颜料 应该都是粉末状的 或者石头矿物形态的 那 后期才会开始有植物性的东西进来 那我这边手上有很多的颜料 这是我自己磨的 黑胆石 那个水族箱里面 那个黑色的亮晶晶的石头 把它磨了以后呢 再用网子过筛 那这个是60目的 网子塞出来 所以它颗粒就很粗 然后 青金石 把它塞一塞 哇 好蓝喔 青金石很贵的 比较纯一点 它可以很蓝很蓝 然后呢 就可以磨出石青 这一些的 好 那 这个青金石磨到200末 我跟你讲很多 比如说 颜料磨到细都变成灰灰的 白白的 没颜色 那天然的部分 其实你能找到的颜色是有限的 它也不是很纯的 所以我们静耐就会开始有一些 用人工的方式去做成岩石 像这个我们叫 新岩 新式的岩石 那它是 又要调成 它去尝试 调出来之后 然后把它烧了 烧到1250度 变成岩石状态 变成我们的淘气啊 或瓷器这样子 然后它产生这样的颜色之后 再把它磨 按摩了以后呢 所以它这个叫做1250度 1250度 这个就是 新岩 新岩 那 新岩的 价格就比 天然 就 天然的 矿物的颜料 就 低很多了 那 这个部分 我们叫水干 水干 其实它并不是矿物 它是 隔粉 就是我们讲 牡蜜壳 隔粉 然后磨成粉之后 都是白色的 然后你需要什么颜色 那你再去把它染色 所以你看 这么多颜色 其实都是染出来 它原来都是白色的 隔粉 所以这个 水干这件事情 它其实不算是矿物颜料 它算是 虽然是半天然的 但是它是用隔粉去染出来 那 这是地球上存在最多的 东西啊 就是洋化铁 你看那个红土 磨一磨 磨一磨粉 就可以当颜料用 好 那这个1250度的 也是 新盐 所以这个是矿物 那这是新盐 好 那这个是隔粉 染色的 叫水干 那这些颜料都是 粉末状 这些颜料都是粉末状 那怎么去运用 把它 这样的粉末怎么可能会在基底材上画上去包含 基底材包含布啊 纸啊 石头啊 木板啊 都可以嘛 只要能够画东西上去都叫做基底材 那这个东西要怎么画上去 当然要有粘性 把这个颜料有粘性再把它粘上去 好 然后就可以 运用笔啊 或者手工具 任何的工具 去把它涂抹 画在画面上 其实颜料就是把色粉加上黏着剂 然后把它混合之后 就叫做颜料 如果你调的是阿拉伯胶 阿拉伯胶呢 就变成了水彩 那它的 只要你不要去把它打开 它可以做成条状 里面也不会硬 摸很久 过很久它还是软的 但是它碰水当然你打开来它就会干掉 但是它阿拉伯胶水解性非常强 你知道再加水它马上就溶解了 好所以 嗯 这个叫水彩 那如果你调的是动物胶 就像我们的国化颜料 我们通常都是用鹿胶啦 啊 这种东西 猪皮胶等等 就是比较动物性的胶 它粘性比较强 水解性比较没有那么多 所以我用这样的东西做出来呢 啊 去去画以后啊 它它比较不怕水 比较不怕水 但是还是可以水解啊 不然怎么化 因为这两种都是属于水性的颜料 那如果我把这个色粉 调 反正要黏嘛 所以我就调亚麻仁油 那你如果调的亚麻仁油 它就是有点油性 油性 那当然就是像这样的油化颜料 只要密封啦 通常都不会干掉 而且它干得非常慢 那这个油性的颜料 它调的是亚麻仁油 好 那这个是太秦了 这是僵尸絮啊 僵尸絮 是我们中国非常有名的颜料 以前是国饮的 后来就开放给民营 早期它是国饮的 那僵尸絮 它号称有一些部分是矿物的 那这些东西就是我们所谓的颜料 如果我把这些色粉 这些色粉如果调的是 蛋呢 鸡蛋也黏黏的呢 鸡蛋黏黏的也可以涂啊 那鸡蛋 我只要那个蛋黄 那还是不够黏 所以又加了一些亚麻仁油 再调一些色粉 亚麻仁油 色粉加蛋黄 那就是坦培拉啦 就是蛋材 像达温西那个 或者米开朗基罗 他们画的那些都是蛋材画 教堂里面很多东西都是蛋材画 就是坦培拉画 那想尽办法 把粉末状的颜料 溶解或者调和之后 产生粘性 把它涂在基底材上面 这样的一个动作 我们就叫做绘画